她是精致的野兽派艺术家 她画画如刷墙 用起颜料更是毫不心疼 围绕她的争议一直不断 有人说她浪费颜料 滑中取宠 也有人说她抄袭赵小黎的画风 到底是抄袭借鉴 还是自成一派 本期榜榜给大家聊聊 网红画家丁丁的走红之路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丁丁 绘画实力毋庸置疑 不过穿着白裙子高跟鞋 画着全装的丁丁 画起画来总觉得有点胆战心惊 每每看她破颜料都怕画板砸到她 随着画画过程的逐渐深入 现场由开始的镜白变得杂乱不堪 摔颜料 烧玫瑰 折花笔更是常态 满地满身的颜料 让网友看了皱紧眉毛 丁丁暴力野性的作画方式 信不少网友关注 但谁又知道 一开始的丁丁 并不是如此肆意妄为 入住短视频的她 有着四月静好的甜胆舒适 她有十项幼儿的贵妇 安静坐在白色纱窗前 执笔轻描 伴着音乐 旧着日落 在她看来 慢本身就是一种失传已久的艺术 当丁丁安静静作画时 评论区会说 她画完白裙竟一点没有弄脏 质疑她摆拍 安静静作画的丁丁 并没有多少流量 直到赵小离野性画风暴火网络 丁丁开始逐渐暴躁 动作幅度也越来越大 为了突破常规 自称一派 也为了视频流量 丁丁一条站在高处 大胆泼洒颜料的视频 在获得几十万点赞后 丁丁拍摄风格绘画基调基本定型 丁丁绘画篇幅过大 一般会有两人高的画框 面对巨大的空白 如何能让自己快速进入状态 是丁丁经常要面临的问题 为了达到人画合一的境界 她想到了语画融为一体的办法 用桶泼颜料就相当于丁丁与画板的对画 以海浪作一 星空为霸 丁丁的画作天马星空 也体现了自己对理想生活的向往 艺术家总有成模石 画到望我时 仰她的身上 哪儿哪儿都是颜料 不过这样的画法 与赵小离也越来越像 对丁丁来说 围绕她的质疑层出不穷 有人质疑她的作画方式是作秀 大片大片的泼墨作画 也导致很多颜料的浪费 但丁丁以为 这会让自己的画作更加生动 多重颜料的叠加 也会让作品充满激励 而与赵小离同样的作画风格 同样的暴躁神经质 养越来越多人 认为丁丁抄袭赵小离 随着抄袭风波的愈演愈烈 丁丁作画风格也越来越暴躁 回应质疑的最好方式 就是用实力正面瓦解质疑 在杭州复养区 丁丁着自己的工作室 里面摆满了自己创作的作品 她也将自己作画的每条白裙子 与画作放在一起留作纪念 一条条白裙子对丁丁来说 也是创作的一部分 邦邦以为 从拍摄风格来说 存在借鉴 但作为艺术家来说 你的就是你的 赵小离常用作画工具是玫瑰 而丁丁也是偏爱玫瑰的女孩 不过她的机车玫瑰女孩 也性十足 俩人风格相似 但灵魂不同 丁丁自由洒脱阳光 而赵小离阴郁狂野 自古鱼与雄长不可兼得 不论是岁月静好 还是肆意泼洒 像流量要热度 还需突破常规 自称一派 也要自己去寻找平衡点 作画从来不是一种表演 而是从中找到逾越自己的点 先取自己 再取他人 那你觉得 丁丁作画行为是浪费 还是艺术 你认为 她有抄袭赵小离作画风格吗